慈濟大學即將開設學士後護理系 花蓮慈濟醫院提出100名公費聲名額 號召更多有志之士加入護理行列 從慈濟大醫管系轉讀護理系的同學說 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找到志向就不怕辛苦 家屬病人的鼓勵蠻正向 然後我就覺得我要更努力做下去 一二三好 少子化新冠疫情後 以及護理人員三班制的工作型態 讓護理荒成為各國公共衛生的一大挑戰 花蓮慈濟醫院與慈濟大學院校合作 更強調培養士病如青的核心價值 你可以看到病人原本一個非常危急的病況 然後變成在你手中變成就是病況好轉 然後就會覺得原來我是可以做到 然後也蠻有成就感 因為在實習過後 然後發現其實幫助病人 讓他們可以減輕痛苦 所以就是蠻值得驕傲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薪水穩定 那也可以幫忙家裡減輕負擔 花蓮慈濟醫院提出多元的職能發展 協助護理人員找到生活與工作的平衡 上班的時間能夠好好照顧病人 下班之後就好好過他自己的生活 臨床工作希望這個置業可以讓他長長久久 我們叫做護理一百分的計畫 能夠留任下來到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看每個護理師的意願 從臨床教學研究 我們都歡迎他們 慈大學士後護理系 預計招收六十人 大學畢業 對護理有興趣的民眾都能報考 當然新聞唐人鈞 中江波花蓮報導